你 先喝点这个 我也拿好收点 我去给你弄吃的 接了 吃吧 股像改变的材料有什么问题啊 虽然说服了居民进来改变 是保留股像原汁原味的鼓励 但是他们很担心修复成半心不咎的样子 既没有了历史的味道 又没有他们最渴望的新样子 我就在想 能不能找到民间收藏的老木箭 如果有足够多的替代部件的话 会最大化的满足设计需要 项目用的又不是你的方案 你操心那么多干嘛 我可是和居民推杯换展的保证过 而且 股像是陆森阳爸爸生活过的地方 他有情节 我希望尽可能地帮上忙 你呀 什么事情都以陆森阳为先 你当我不知道你今天一个人来这儿是干嘛 是不是跟陆森阳闹别扭了 所以才给自己找点事做 想让自己忙活起来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才没有 我还能不知道你 心事都写在里面 不过你放心 你脸上的心情除了我 没人能解脱 你要是被陆森阳伤着了 就眨眨眼 我给你出头 知道你厉害 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 他照应我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伤害我呢 吃饱就没事 真没事 帮我来出来 不然突然下车 不会是生我气了吧 对不起啊 哥 都怪我 没关系 我去老伙计看一下不染到了没 你回车里等我 好了好了 别找了 我认识一个胡总 专门负责老屋的改救回收 手上有的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 我看过了 品相和包浆都特别有味道 应该能帮到你一项目 怎么不早说 你之前也没有问我 而且你们公司的项目 我差什么手 这帮公司可就是帮我啊 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胡总 不行 你得先吃饱 这不妨碍你打电话呀 你得先跟胡总联系好了 我才能跟陆总请示啊 我说了算 你今天得先吃饱 还没醒酒呢 这也得吃完 不吃点 再给我吹着呗 下请摸摸吧 继续 秦勋跟布燃是多年的好朋友 你这样贸然进去心事问罪 反而显得你小气 你这样贸然进去 我先送你去医院 不找不然了 他在这儿我就放心了